接着来关心台湾的国片市场 这两年其实蛮低迷的 只有痞子英雄2在大陆创下10亿票房 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剧情片的情况之下 动作片痞子英雄2一支独秀 抢进大陆市场 而其实动作片的效果呈现 最为一类的元素就是特技 因此在台湾 现在有多家的特效业者 打算整合成立特效战 要朝华人独特题材来着手 试图抢攻华语电影 而这些特效 究竟为电影增添了什么样效果 带你解密 从无到有 从虚到实 就是电影特效后制最厉害的地方 痞子英雄2赤子六亿拍摄 其中五分之一的预算 全都花在特效上 在想象力跟创新等等 还有一些不可能的一些工作内容 或者是一些危险性的动作的部分 视觉特效可以给很大的一个support 它当然就是可以节省很多的预算 然后让观众可以胜利其境 免去搭石井的麻烦 特效展现出了更多的天马行空 痞子英雄2打破国片低迷的市场 在大陆创下了10亿台币的惊人票房 动作片在华语市场看到了未来 因此在台湾有15家特效公司 打算整合成立特效站 几乎没有一个公司 有办法独立去完成一部特效片 很多公司一起做的话 当然对整个特效的执行 有更多的可能性 一家做不完 大家一起做 我们能把我们特效技术 跟我们的工业概念都建造起来 让产业出现 我们是有机会顺着这一个成长的世道 让整个产业走上一个稳定的基础 如果西方世界来拍三果志 我觉得拍出来一定完全都不是我们想看的 特效是实现导演想象力的最佳元素 有别于西方 只要开创属于华人的题材 加上特效技术创造画面 台湾电影绝对能在华语电影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黄一文 李英伟 台北采访报道